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据消息人士称 巴雷特是白宫目前最有可能的大法官候选人 当然川普有可能在最后一刻做出改变 但人们认为巴雷特应该会当选 中共总统将会在星期六明天下午宣布这一消息 自大法官金斯伯格逝世以来 巴雷特一直是白宫的首选 他也是目前唯一亲自会见过川普总统的候选人 据悉他在本周一和周二的会面上 给总统和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此消息白宫目前拒绝做出回应 纽约市市长白4号今天宣布 虽然目前该市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所好转 但纽约餐厅将长期实行户外用餐计划 这项决定是市政厅在市议会 以及该市苦苦挣扎的餐厅和酒吧所施加的 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所发布 同时也出于在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消失之前 室内用餐仍将继续受到很大限制的考虑 该计划将允许酒吧及餐馆在人行道上的部分区域和路边停车位设置用餐点 以便其为顾客提供服务 白4号为此表示这将使餐馆和酒吧业的生存更加容易 同时对于纽约市的经济复苏也非常重要 白4号早在8月就宣布将有9000家餐厅加入纽约市的开放餐厅计划 允许其提供户外用餐服务 通过该计划该市估计保留了约8万个工作岗位 维基尼亚州州长诺瑟姆今天宣布 他和妻子的新冠病毒检测都呈阳性 不过他说自己没有出现症状 他是全美4名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州长之一 根据诺瑟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 诺瑟姆和他的妻子计划接下来的10天里远程工作 进行隔离 这位民主党人是美国唯一一位 同时也是医生的州长 此前曾受到一些共和党议员的批评 说维基尼亚州的控制疫情措施过于严格 本周早些时候 密苏里州州长共和党人帕森宣布 他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此前他一直拒绝要求居民戴口罩 今年7月 厄克河马州州长斯利特宣布自己的检测结果为阳性 成为首位宣布阳性结果的州长 国家郭明镇和传染病研究所长福气说 目前仍处于第一波新型肺炎疫情 福气解释 当一种病毒的感染情况明显消退 在其后日子 卷土重来才算是第二波疫情 但自美国爆发新型肺炎疫情以来 单日确诊数字的跌幅 并不足以确定为首波疫情结束 福气反问 当谈论美国将面对第二波疫情的威胁时 为何不讨论如何应对秋季及冬季带来的挑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美国在今年7月19日 录得最高峰的超过7万4千例新增病例 之后的单日确诊病例虽然有回落 但每日仍有至少4万例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 话语电视万金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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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